今天7月12號禮拜二 我們來看有哪三者科技五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第一者三星旗艦機Galaxy S系列 也就是說是明年年初 通常上半年會發的旗艦機 那以往都是三星的晶片跟高通的 兩個晶片有依市場的不同 去做一個選擇 但明年開始只會剩下高通的晶片這個版本 那郭大分寄師都說 因為高通下一代的5G的晶片 SM8550 將會獲得台積電的4nm的製程 那高通可能會成為三星的Galaxy S23 旗艦機的唯一的處理器供應商 那至於為何三星的旗艦機 下一代的他不採用自家晶片 然後郭分析的是說 因為三星的他的那一顆晶片 就是他們下一代晶片 各方面都沒有辦法 去跟高通的這一款晶片 來做一個競爭 那如果這樣既然是旗艦機 那不如就直接用最好的 那也因為這一次台積電 他的設計會將那個SM850 這一個來進行相關的優化 因此他的運算能力 電源的效率都會比 SM8450跟SM8475 會有很明顯的一個優勢在 那郭分析師他還認為說 在2023年高通會將藉由這一顆處理器 來獲得更多的高階的 enjoy的那個手機的市佔率 到時候我們來敬期待一下吧 第二次 蘋果他四款的新機 9月要發表 那有新的報告客 他釋出一個疊照 這疊照可以看到 四款的iPhone14系列的保護殼 那實際對比iPhone13 可以歸納出三個改變 包含配件上他流出的這個 保護殼的疊照可以證實 蘋果首次會命名 叫iPhone14 Plus的機款 那另外螢幕的尺寸 跟頂規的iPhone14 Pro Max是相同 那另外 喜歡大螢幕的機款的果粉 其實就是不一定要升級到Pro系列 那另外主打小尺寸的iPhone14 mini 就是確定已經被蘋果移除了 那本次的疊照 他已經也沒有看到 也沒有相關的資訊會流出 那你對比一下 你可以看到裡面 他iPhone14跟iPhone14 Pro 他鏡頭模組真的有明顯的差異在 暗示他兩者的規格 不是只有差一個什麼 長焦鏡頭而已 那先前的傳聞也有說 iPhone14 Pro會用4800萬畫出的主鏡頭 那另外iPhone14 則會維持1200萬 我跟你講現在已經7月了 接下來7、8月 流出了相關的資訊 會越來越準確 大家一定要鎖定 我們Sensitin和生活日常頻道 我們來看第三者 再來第三款 今年秋季會推出的 Apple Watch S8 Apple Watch SE2 跟針對極限運動喜歡 喜愛者的強化版 就是Apple Watch的新版 也就是極限版 彭博這個記者都說 他這個版會叫做 Apple Watch以Pro為命名 就Apple Watch Pro 他就說不管是Apple Watch Pro Apple Watch Max 或是Apple Watch Extreme 其實都是給他一個Pro的定位 那這意味著是什麼 跟Mac 然後iPad iPhone一樣 定位會像Pro等級 會有更好的螢幕 更大的螢幕 還有更好的效能 那當然 Apple Watch Pro 我暫時就叫Pro 他會有更大更耐用的螢幕 而且會加強什麼 那個健行 走路啊 這一些的 還有游泳追蹤 這種體能追蹤的訓練 還有更長的電池的壽命 那也有可能會是太金屬的 一個什麼表殼 那另外呢 他這一款呢 其實推出來就是想要吸引 那種極限運動的愛好者 那這個呢 族群會跟誰很像 跟GARMI很像 因為GARMI本來就是定位這邊 所以他這一款呢 出來就是要跟GARMI來做一個PK了 那除此之外呢 他會配備S8的晶片 那這個規格呢 與S6 S7的性能 其實是會差不多的 那可能會搭載新的體溫感測器 還有可以通知使用者呢 是否發燒 那這個價格的定位 有可能會落在 折台幣大概兩萬六左右 所以其實 我覺得啦 這一款其實在今年的 我覺得S4R S8的全系列來講 應該是關注度還蠻高的 大家可以繼續期待一下 好不好 晚上有影片 這邊是一個人的 說回來的 在那邊 也有一個人的 我們會在這裏 開始了 我們會在這裏 看來 我們會在這裏 打算 我們會在這裏 解決定